二十几岁男子六个月内突然被诊断出肝癌,只因每天都吃这个当早餐。 咸菜是否真的致癌?搭配蛋白质的食物是否引发致癌物压瘦案的出现?为何它会突患肝癌? 专家认为,除非有人将咸菜当煮菜,否则少量进食并不会诱发癌症的发生。 至于年纪轻轻为何患肝癌?除了家族遗传因素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可导致,不一定因饮食引起,不应陷入误区。吃腌制的咸菜,酸菜会致肝癌。 咸菜为何会致癌?许多观点把凶手指向了亚硝酸盐。 多数蔬菜中都含硝酸盐,在腌制的过程中,硝酸盐会被一些细菌转变成有毒的亚硝酸盐。 但随着腌制时间的延长,亚硝酸盐又渐渐被细菌利用或分解,浓度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又会逐渐下降,最终基本消失。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只有腌制几天就食用的腌菜,以及杂菌污染大,腌制时间不足的泡菜,酸菜才有致癌的问题。 如果严格遵守传统工艺,腌制,降制和发酵时间超过三周,甚至达到几个月之久,就可以避免亚硝酸盐超标问题。 此外,腌菜时可加葱、姜、蒜、辣椒汁、柠檬汁,这些物质都能降低亚硝酸盐的含量,如蒜汁中的有机硫化物,柠檬汁中的维生素C和其他还原性物质,都能够阻断亚硝酸盐和成亚硝胺致癌物。 科学证实,预防肝癌有两类食物不要吃。 第一类,发霉的食物。 有些人看到面包部分发霉,想说不要浪费,把发霉的部分切除,剩余的照常吃下肚,但这根本是在残害健康啊。 在发霉的食物中有一类致癌物黄曲霉素,黄曲霉素被人体吸收后会在肝脏代谢,但黄曲霉素的毒性会杀死大量的肝细胞导致肝损害,肝脏损害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展为肝硬化剂而形成肝癌。 第二类,加工肉制品。 所谓加工肉制品就是火腿肠、培根、香肠、腊肉等打开就可以直接吃的肉类,它们加工的过程会添加亚硝酸盐,因此必然会产生亚硝暗类致癌物。 亚硝暗尤其会对人体的消化系统造成比较严重的损伤,摄入亚硝暗过量有可能与人体消化到肿瘤、胃癌、食道癌、肝癌、肠癌、密尿系统癌症等严重疾病有关。 除了遗传,超过八成肝癌与B肝感染有关。 据统计,约85%的肝癌患者由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转变来。 大陆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肝脏外科肝移植中心张英才医生表示,肝癌的发展一般经过肝炎、肝硬化、肝癌这三部曲。 研究数据表明,15%到20%的肝炎患者会在五年内发展至肝硬化,10%到15%肝硬化患者会演变成肝癌。 多数肝癌出现症状时已到中晚期。 专家表示,早期肝癌多数并没有症状,直到肝癌中期才会有一系列的特征反映在患者身上,比如腹大、腹痛、黄胆、人消瘦、胃口差等等。 张英才表示,肝癌的早期发现其实并不难,高危人群只需抽血行肝功能、血清甲胎蛋白、AFP、急性肝脏采抄检测即可早期诊断肝癌。 一名不到30岁的少年突发肝癌,在排除了家族遗传因素后,平时身体无恙的少年对胃和患上肝癌始终百思不解,直到上网看到咸菜致癌的新闻。 结合自己平时早餐总爱吃鸡蛋、牛奶配上点咸菜,小编爱吃的饭团里也有咸菜,认为是饮食中生成了致癌的压瘦案,导致短短6个月内患上了肝癌。 喜欢这篇文章吗?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咸菜是否真的致癌?搭配蛋白质的食物是否引发致癌物压瘦案的出现?为何它会涂患肝癌? 专家认为,除非有人将咸菜当煮菜,否则少量进食病不会诱发癌症的发生。 至于年纪轻轻为何患肝癌?除了家族遗传因素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可导致,不一定因饮食引起,不应陷入误区。吃腌制的咸菜,酸菜会致肝癌。 咸菜为何会致癌?许多观点把凶手指向了亚硝酸盐。 多数蔬菜中都含硝酸盐,在腌制的过程中,硝酸盐会被一些细菌转变成有毒的亚硝酸盐。 但随着腌制时间的延长,亚硝酸盐又渐渐被细菌利用或分解,浓度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又会逐渐下降,最终基本消失。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只有腌制几天就食用的腌菜,以及杂菌污染大,腌制时间不足的泡菜,酸菜才有致癌的问题。 如果严格遵守传统工艺,腌制,降制和发酵时间超过三周,甚至达到几个月之久,就可以避免亚硝酸盐超标问题。 此外,腌菜时可加葱、姜、蒜、辣椒汁、柠檬汁,这些物质都能降低亚硝酸盐的含量,如蒜汁中的有机硫化物,柠檬汁中的维生素C和其他还原性物质,都能够阻断亚硝酸盐和呈亚硝胺致癌物。 科学证实,预防肝癌有两类食物不要吃。 第一类,发霉的食物。 有些人看到面包部分发霉,想说不要浪费,把发霉的部分切除,剩余的照常吃下肚,但这根本是在残害健康啊。 在发霉的食物中有一类致癌物黄曲霉素,黄曲霉素被人体吸收后会在肝脏代谢,但黄曲霉素的毒性会杀死大量的肝细胞导致肝损害,肝脏损害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展为肝硬化剂而形成肝癌。 第二类,加工肉制品。 所谓加工肉制品就是火腿肠、培根、香肠、腊肉等打开就可以直接吃的肉类,它们加工的过程会添加亚硝酸盐,因此必然会产生亚硝暗类致癌物。 亚硝暗类尤其会对人体的消化系统造成比较严重的损伤,摄入亚硝暗过量有可能与人体消化到肿瘤、胃癌、食道癌、肝癌、肠癌、密尿系统癌症等严重疾病有关。 除了遗传,超过八成肝癌与B肝感染有关。 据统计,约85%的肝癌患者由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转变来。 大陆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肝脏外科肝移植中心张英才医生表示,肝癌的发展一般经过肝炎、肝硬化、肝癌这三部曲。 研究数据表明,15%到20%的肝炎患者会在五年内发展至肝硬化,10%到15%肝硬化患者会演变成肝癌。 多数肝癌出现症状时已到中晚期。 专家表示,早期肝癌多数并没有症状,直到肝癌中期才会有一系列的特征反映在患者身上,比如腹大、腹痛、黄胆、人消瘦、胃口差等等。 张英才表示,肝癌的早期发现其实并不难,高危人群只需抽血行肝功能、血清甲胎蛋白、AFP、急性肝脏采超检测即可早期诊断肝癌。 一名不到30岁的少年突发肝癌,在排除了家族遗传因素后,平时身体无恙的少年对胃和患上肝癌始终百思不解,直到上网看到咸菜致癌的新闻。 结合自己平时早餐总爱吃鸡蛋、牛奶配上点咸菜,小编爱吃的饭团里也有咸菜,认为是饮食中生成了致癌的压瘦案,导致短短6个月内患上了肝癌。 喜欢这篇文章吗?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